哈喽我是小叮当 今天来玩大叔披萨史莱姆玩盒 我去研究了卖家的说明 原来这一包是薯条 嗯 薯条就薯条吧 来看看这盒披萨怎样 据说它里面还有一个乐高鸡木人 鸡木人应该就是这包了吧 先把它拼起来 搞定 再来看这盒泥 Oh my god 你咋化成这样啊 天呀 仙女水可以拯救一下 总算把它们拯救回来了 用了我快两瓶的仙女水 现在的手感很像奶酪泥 手感超好 放回盒子里做一个披萨 泥太多了揪下去一些 再把配料撒上 平铺均匀 是不是有那味儿啦 把这个小排排放一边 乐高鸡木人也放旁边 嗯 像样 好了 接下来是火泥时间 这块泥的手感真的太棒了 如果它没有化成水的话 嗯 101分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它化了并不是它的缺点 是我没有保护好它呀 再来安静的起个泡 这捏泡声也太过瘾了吧 好啦 每日一问 这个大叔披萨王盒 价格是19块8 你们觉得值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拜拜